上一次我发了一个视频 我说这个赵伟 他真不一定能够包杀省官军 这个视频一发呢 这个粉丝们也是议论纷纷 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赵伟虽然说 在象甲里面成绩不要眼 但是呢对付省官军 还是一对付一个准 这个真不一定啊朋友们 我们再来分享一盘团体赛上 他被刘子健 无拘杀有拘 精彩妙杀的一盘 对局 我们来看看这个炸蛇 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 刘子健先走摆下中炮 赵伟呢上马 红旗上马 黑的出狙 红的出狙 黑旗呢挺足 红旗过河狙 黑旗平风马 堂堂正正 红旗呢没有选择进兵 他选择上马 那黑旗呢两头蛇 红旗高横狙 走到这儿黑旗最常见的呀是高炮 打一下局 他没有 他选择了一手补三项 那红旗呢就 红旗站内 就不让你在高炮打局了 你再打就吃你了 他在补一手试 补一手试呢就是给红旗设下陷阱 你要是平居吃丝马 他就过来给你对局 那红旗呢 那 肯定这种小把戏骗不倒人家 冲兵 飞旗呢进炮 红旗呢高炮跟他对一下 你要是对掉 他踩掉 以后呢再加中炮 这个中方盘动马呢猛攻 你这边要受攻 要压你的马 你马一跳上来呢 这又变成五根巨炮了 所以说呢他不敢对 他就退 红旗呢就平居压住马 黑旗进炮打 这样你吃马 他打马呢没有便宜 红旗选择退炮 再来跟他交换 黑旗呢选择高居宝马 那红旗呢把炮给他吃掉 你要是吃炮 那人家吃马 这个马有根 你吃不到 那就丢子了 那黑旗的后续手段呢 就是对局 对完之后 他吃掉 下一手啊就有一个退炮打你的死鞠 你这个鞠要是一躲开 他再把你炮吃了 那这样呢黑旗呢 他可以满意 红旗的这个阵型呢就散了 结构啊有点不对 红旗呢在这里啊 对他这个打死鞠啊 装作没看见 选择了进兵 那黑旗的退炮打 红旗呢上马也打 你要是吃我的马呢 那我吃你的马 我是个担子炮 你要是打我的鞠呢 那我也打你的鞠 打完你的鞠呢 我还踩着你 那黑旗呢 选择人 躲到边上去 那红旗呢就只有弃鞠了 人家能躲 你没办法躲呀 他就进兵 黑旗打掉 红旗吃掉 又吃着马呢 黑旗的马只能跑到边上去了 那红旗再进马 这个旗虽然说红旗没有鞠了 但是相当于呀 一鞠换了双 他现在是四马炮 双马双炮 对你啊鞠双马 尤其这是过河的这个兵 把你这个马呀给管住了 应该说红旗啊是足可一战 现在鞠马位置比较差 他过来抓一下马 那红旗扑进去 下一招准备一将 你一进去再握一将 以后再一退炮 这就要重炮杀你了 飞旗的吃个事 先把马绊住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进兵 趁着你这个鞠位置 比较尴尬的时候啊 赶快再过一个 你不敢吃啊 吃采鞠了 让他点进来 红旗吃掉 飞旗呢 赶快选择上马 红旗是选择了这个双兵拉住手 这俩兵拉住手啊 就相当于一个大的 其实呢 他这个旗啊 也不用着急拉住手 他可以考虑啊 先回一手马 不让你吃这个兵 那飞旗呢 他就吃兵 压住这个马 红旗呢 只有来一个马回窝心了 飞旗呢 他也冲过来一个 红旗呢 选择下底炮 来牵制你 飞旗呢 他就进马 红旗呢 把事崩掉 来掩护这个后防 因为人家现在出马 要卧槽 要挂脚双杀 那他选择了这样 平过来 形成一个担子炮 你踩我一将 我就给你打了 你卧一将啊 我就退回来垫住 那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平足 平足之后啊 这个百多千只 那一个锯都可以走了 那红旗呢 先缩一手炮 飞旗呢 就先握上 红旗这个炮 在这没用了 退两步 飞旗落个式 那红旗呢 再进一步 飞旗在这里 选择了退居半钟马 那这条旗 说句实话 真没看懂 他是害怕这个马 往哪里蹦吗 他过来半钟 其实这个旗呢 黑旗可以考虑啊 中矩 吸住你这个 卧行马 这样呢 黑旗 优势比较大 然后控制盘面 那他退回来 黑旗 平足 不给吃 红旗呢 就把这个卧行马呀 跳出去了 黑旗呢 杀掉一个箱 这样呢 你这个马呢 不敢乱跳啊 乱跳又杀你的事了 他再把这个马填进去 又踩住足 黑旗进足 红旗是选择了进马 其实呢 他可以考虑啊 退马踩下去 以后这样连环中 他是选择上 黑旗呢 也不管不顾 继续冲 这个小旗冲进九宫 对红旗呢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 红旗选择了采足 以后准备来一将 黑旗呢 选择了芝士 这起羊鸟士 不怕马来将 那红旗选择下兵 哎呀 冲进九宫 下一招准备撞相撞势 要跟你对杀了 让他退回来 捉双马 那红旗呢 恰好有一将 黑旗踩着菊呢 还退回来 那红旗再退回来 你这个不能紧桌 你这个紧桌 你这范规属于长桌 他就选择把老将进去 下一招啊 过来抓你 那红旗就不给他机会了 赶快逃 黑旗高居在桌 红旗呢 跳进去 踩一家居 黑旗不能紧桌嘛 我就说了 然后呢 他选择了一个割柱 是也不要了 那红旗呢 肯定是来一将 黑旗出来 哎 红旗啊 走出一步妙手 花心打你的鞠 你鞠走开 那你威胁不到中路了 也威胁不到这个马了 这个时候啊 黑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应该啊 来一手飞龙在天 把这个象啊 飞到上面来 这样呢 就不给红旗那么多利用的机会 他呢 把象啊 落回去了 这个落到底下啊 就给了红旗机会 红旗呢 实际呢 是选择了 进马一将 其实呢 在这里啊 他可以啊 先平炮 先平炮 黑旗要是敢吃这个马 那就完了 红旗呢 来一将 黑旗只能进来 然后呢 红旗下兵 黑旗来一将 红旗呢 可以补个试 等你吃了炮 想来杀人家的时候啊 人家这边先动手了 来一将 老将上不来 像飞不到边 只能飞到中间 飞到中间 那你这个鞠呢 给隔开了 他再来一将 出来 再跳一将 上来 然后啊 拼兵一将 红旗呢 抢杀在前 他可以先平炮 实际上呢 他选择了先跳马 飞旗老将进来 红旗又选择 进马采鞠 大胆气这个炮 这个旗呢 其实呢 他刚才啊 也可以考虑啊 不进马 选择下兵 保住这个炮 你吃了这个马 还是跟刚才一样 他一将 然后四个鞭炮 那他先吃掉一个 再说 红旗呢 进马又一将 飞旗呢 平均只有 半柱 哎 红旗呢 又选择了一手下兵 红旗这招下兵啊 其实啊 可以考虑 定这个兵 不要着急下这个 因为 这已经把 这个老将跟鞠啊 都已经给他定住了 你就是不拱兵 他也不敢乱跳 还是敢上老将 你再供下去 一将 还得下去 白走 那你现在 你看鞠动不了 老将动不了 你这个马一动炮又活了 这个族呢 你又走不开 中路空虚 这又是顶头的 你说这棋怎么办 最后呢 他选择了一手回马 接着回马呀 就不够顽强 他顽强的呀 应该是先把这个项啊 推到边上 以后回马 这样来 这样比较顽强 那红旗呢 先不一手试 不给你这个挂姜的这个机会 飞旗回来对马 那红旗呢 就选择给他吃掉 飞旗吃掉 红旗再来一将 飞旗只能再抵住 哎 红旗回马 借助这个炮的掩护 保护着这个兵 下一招啊 平兵一将 鞠都没了 飞旗赶快高居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平炮 这个虽然说红旗是马炮 飞旗是鞠马 但是呢 这个马呢 边马呀 基本跟个废马一样 已经废掉了 现在还吃着足呢 他临死前呢 换一个 吃掉 然后呢 他站中 他准备杀士 那红旗呢 来一将 飞旗只能飞个边向 红旗再平一将 飞旗出老将 红旗呢 退泡一半 那走到这儿 飞旗看 完了 这个马呢 被伴主动不了 下一个时候 人家卧上槽 你就得弃鞠啃兵了 那弃鞠啃完兵 本来是你多个子 有鞠 那现在你啃完之后啊 变成少一个 红旗还多个大子 还多一群兵 你看这个光老将 那还玩啥呀 黑旗呢 也只好投资认负了